今天很高興,我又見到我的偶像 阿朗 請坐 請坐,兩位 一黑一白 黑白雙殺 我很少看別人這樣看 怎樣? 怎樣? 我不服氣 有人竟然比我高 我第一次見到他 正華,比我想像中英俊 又高大 溫文有禮 而在螢幕見到他,有一招 他在打金牌那一箭 嘩,好有型 最難忘的有一刻 過了身邊還可以盜劍那一刻 嘩,很瀟灑 劍術真厲害 這是一個世界大賽 金牌之戰,你可以很冷靜 後來我再回去看你 由世青那路打上去 你有一次去拿世界冠軍的時候 你很激動 你很激動 我激動就喊了出來 反而你這次贏了最慌碑之後 你很冷靜 我說 他的轉變都很大 由巴西四年之後再去到東京 他已經成長了 因為我對花劍這件事又不是很熟悉 不過我見到他打很瀟灑 很漂亮 我將會有這麼衝動想去學花劍 因為我也挺喜歡這次 很漂亮 我剛才看到花劍的時候 就有點不敢相信 為甚麼 因為通常看的時候都是在電影的時候看 對 也有看過很多不同的電影 發覺作為電影 你有沒有看過甚麼 我看第一套應該是《賭神》的電影 哇 賭神 對 然後有朋友介紹看《英雄本色》 加上《風雲》的電影 哇 有一點緊張 說實在是第一次見 我又怕自己 因為自己本身有點害羞 又不太說話 我也很害羞 我看到你就開朗了 對 還有很開心可以見到你 25歲的時候 應該是1980年 我剛才在做上海灘的時候 這個年輕人 他在1997年出生 我現在壓好25年 25年他在世界上拿金牌 那時候我們在做我們自己賺食的東西 他已經衝出去國際 你說我在香港完結之後就拍電影 然後再去荷莉莫拍戲 只不過我們在那裡是一個見識見物 他們直接出去打仗 我們要很長時間去鋪牌 又去劇本 又去拍 他一上場 15分 他們的壓力是很大的 他一生人中就為了15分 我們演藝生涯很漫長 我又可以從年輕 我演到我老 但他們有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讓他們做一個運動員的生涯 沒有 他很早已經好像我17歲的時候 我18歲去讀訓練班 他十幾歲已經是 到了中學 那我就要出去 就是為他理想去奮鬥 那大家都差不多是這樣的歲數 去做一件事 但是他走過的地方 他走過的路程 可能比我們艱辛很多 那些來訓練的時候 都在做單一下動作 我們要做八個小時 我們要做一個表情 八個小時就要這樣 八個小時就要這樣 我們要做兩個踢成經 是Cut 下一個轉經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辛苦 很辛苦 有沒有感覺 有 有 有一點點感覺 可能自己一路經歷那麼久 都不會太深刻 但在別人的口說出來 就會有一點點感覺 覺得原來我們 可能經常覺得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可能我們的十五分 就是要做好那十五分 但原來沒有想過 就要經歷那麼多事情 可能自己想回自己 低潮的時候辛苦 在一些轉流角尖的時候 都會很不開心 要去調節一下的事情 其實某程度上 我們香港的精神 可能是很熬得 大家香港人都很熬得 很不容易放棄 我也很希望 我在自己的比賽中 可以讓香港人體驗到一件事 看到我就算在奧運的時候 去到最後一分 我都不放棄繼續堅持 就算無論結果是贏或輸 我都希望可以盡力做好 我每一件打好每一件 每一場比賽 自己在運動員方面 可能經歷都比較多 但攝影另一方面 可能都比較少接觸 可能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學習 或者人生還有很長的時間 我都可以學習一下 我都希望藉著這個機會 可以學習得多一點 我很少拍封面 就是這些廣告的冷照很少 而且我已經上一次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很久沒有拍過這些封面 又難得你的邀請 我一直都知道法國有去行山 又會跟市民去拍至拍 我覺得這已經很值得去學習 當我今天還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 是否應該用親文去形容 在我的腦子裡 法國是一個巨星去拍戲 看到他我也有想過會不會很大壓力 我怕自己有時候做錯了 自己說話說得不是很厲害 要拍攝很多不同的物體 但是又發覺好好地帶著 我覺得整件事都很舒服 因為我本身自己出身 都是大家知道我從哪裡來的 當你有了的時候 你的底部不會被人撕掉 你始終是從那裡來的 其實香港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人出人頭地的人 他們本身都是由基層開始做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有一件事是好的 即是無論你見過我走出街 他們都對我好 因為他都不覺得我是一個演員 或者一個明星 他覺得周恩發就是他的老友 當你在這麼高的時候 其實你要將你的身段放回來了 所以你的教練告訴你 你有脾氣的時候就不要在那裡發 是吧 就是這樣 同樣的一件事 當你有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將它放回來了 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你打劍的程序上 其實你看回你的人生 都是一樣可以滑下去 即是當你在輸的時候 你不要發火 即是當你高的時候 你自己要按回自己的腦袋 當你低的時候 你要提起自己 你不要覺得自己很坎坷 當你高的時候 你不覺得自己很高貴 其實中庸之道是最好的 是吧 過程之中是你自己的經歷 以及你自己的練力 你慢慢會成長 為何你在巴西拿不到 四年之後你會拿到 就是因為那四年是一種沉澱 不是突然間你一出來就可以拿到 金馬獎的影帝 或者是香港年金融的影帝 是要經過很長的鋪牌 這些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經歷 所以我很祝福你是 可以香港第二面金牌 還要回歸之後的第一面金牌 你現在調轉個角色來做 你教我去打劍 我教你去做 好 有機會可以 我想到挺好玩的 是 好玩 好玩